大家好,歡迎收看發達廣場 我是呂啟詩,先介紹身邊的嘉賓 是研究部經理直耀輝Stanley 你好,Stanley 你好,今天先談談兩隻招股的新股 先談綠色動力環保編號1330 其實是一間主要做垃圾燃燒發電的企業 當中的服務包括垃圾焚發電廠的投資 技術顧問、興建和保養 目前中國一共有七項運作和試運作的項目 包括在常州、武漢等等 不如我們看看招股內容是甚麼 它在全球發售3億股H股 當中一成會在本港發售 每股招股價介乎3元至3.7元 以中間價計算 集資額大約有9.14億港元 而每手入場費是1000股 大概是3,737元左右 招股日期是由今天至12日中午 當中有七成半的集資 用來還一些業務的債務 而一成是發展自己旗下的發電業務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 綠色發電目前在北京的發展速度緩慢 去年的負債率由七成六 現在急升到141個百分點 看營運數據 營業額在2011年至2013年 就介乎4.4億至9.7億人民幣 毛利方面就介乎1.3億至2.8億人民幣 其實兩方面每年都看到有抵增 Stanley看到有很多數字 不如跟大家簡介一下 其實這個綠色動力 業務是有什麼 基本上阿專家很詳細 都交代了公司一些招股的細節 以及公司本身的業務情況 因為剛才也說到公司是做垃圾焚燒的發電業務 但大家也知道 因為本身我比較傾向於喜歡257 257是什麼呢 江大國際 江大國際有什麼賣點呢 正正是做垃圾發電 所以你可以說我對這間業務本身 我自己的看法其實是正面的 我對於這個叫垃圾發電 在內地的發展方面 其實看法是幾樂觀的 而公司本身 其實它的招股書都在這裡 招股書都在這裡 都在看 事實上 公司它本身都是 在內地方面 做得比較大的一間公司之一 即是在垃圾發電裡面 它的規模暫時來說 都不算是小的 但問題是在營運數據來說 的而且確 因為2013年的時間 你見到營業額方面 其實就比較有蝕微的增長 其實增長不是太多 最主要的原因 應該跟公司本身 有一些叫做輕建中的項目 未投產有關 如果假設它是投產的話 對於公司的業務的幫助其實是大的 其實你可以說 根大國際都同樣出現了這個情況 就是本身 你不斷有些新的合同回來 或新的訂單 越來越做越大 才會令到公司本身的規模 叫做一跡壯大 現在以公司綠色和環保來計算的話 其實面對著的情況都相類似 但你又能否做得好 其實今次來講 公司集資的規模 你可以說它比較多的錢 都用於常還負債方面的話 這方面來說 我覺得市場上都可能比較審慎 但當然這個行業本身是一個資本物集的行業 因為你任何做BOT的一個模式的項目去做的話 其實資金真是不可或缺 所以這方面都是可以量解的 但至於你說公司有否差不多 或者簡單說 公司是有概念的 因為剛剛也講到 垃圾發電本身在國產的大方向上 其實現在市場都挺Buy這個概念 但你問我和國安大國際相比的話 我都可能會選擇一隻國安大國際 因為始終 你可以說國安大國際國產本身 已經發展到舊上的規模 而且始終公司技術上 其實真的不是低 所以如果你問我要選哪一隻的話 我想首都會問 因為兩隻都可以做垃圾發電 而且在規模上 這間公司都好像說是第二第三大 所以變相之下 我都會覺得 似乎問我選擇一隻國安大國際 會比較好一點 剛才提到國安大國際的環保概念股 其實都受惠於中國 都很贊成這些環保概念股 但這次其實大家很留意 另外一隻綠色動力的原因 就是因為賣點 它的PE相對估值低 預測2014年的市盈率 大概是10至13倍 相信很多投資者 現在這個時候只會想問Stanley 現在入市好 還是上市後才買 你又怎樣看 當然如果以概念上來說 你可以說便宜是一個因素 但都要看公司的增速情況 因為如果以光大國際為例 如果你看到去年來算 你將兩個業務 即水那邊 和垃圾發電那邊的業務 分開來看的話 你會看到 垃圾發電那邊的增長 其實是很快的 印象中好像大概有成一倍左右的增速 這個不肯定 但你可以說 這方面的增長 是成為了公司未來的一個盈利的爆發點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我認同的 你說這個行業本身 是做得不錯 但始終都是剛剛那句 如果你問我 兩間公司裏面 要選一隻來買的話 我個人都還是傾向於選擇這個光大國際 至少就是說 公司本身有些叫做成功 以及近年來講 公司都接了很多新的訂單 所以變相之下 我覺得你說要選的話 都是似乎那隻光大國際 我比較快一點 多謝Stanley你詳盡的分析 新股的分析就到這裡 這次的直播時間有差不多 先和Stanley你做回申報 剛才那隻自己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的 好 麻煩你 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有另一位主持 和大家主持發達廣場 另外還會有問答環節 如果各位家庭觀眾有相關的股票 想問都歡迎你 打來熱線 204-6566 稍後見